清朝时期,淮安有个叫白银霜的少女,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,射人心魄,街上的小伙见了,无一部驻足为官,鼻血直流。 白银霜到了适婚的年岁,小伙们更是争着来提亲。 白银霜相中一位叫谢小枫的小伙。 谢小枫长得英俊非凡,性情活泼,经常把身边的人逗弄得直笑,是人群中的开心果。 白银霜嫁给她后,每日都过得欢喜,夫妻二人的关系甚多,可天有不测风云,这种好日子很快到了头。 那日,谢小枫和几个朋友外出游玩,走到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古桥上,脚下突然一空,大桥陡然断掉。 谢小枫顿时坠入湍流不息的河中,不消片刻没了踪迹,朋友找人下河去找,也没有找到人,傍晚才把这消息告诉白银霜。 白银霜来到河边,驾船找了三天三夜,也没找到人影,跪在岸上痛哭不止。 村民们以为谢小枫凶多吉少,让白银霜趁着年轻,赶紧再找个男子改嫁,不要在同一棵树上吊死。 然而,白银霜坚持为谢小枫守寡,一守就是三年。 她家中有几亩地,平常就靠着种地营盛,先前都是谢小枫去耕种。 而今谢小枫不在,白银霜就挑起了种地的担子,可她细皮嫩肉,没多久,手上就磨出了水泡。 她为了能轻松些,就买了头公牛,和公牛一起耕地。 公牛特别有灵性,白银霜让她往东绝不往西走。 能通人性,白银霜和她一起忙活了半个月之久。 带到地里的活忙完,白银霜和公牛多累得气喘吁吁,她回到家中休息片刻,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,白银霜起身去开门,发现来者不是旁人,是她的丈夫谢小枫。 不过此时的谢小枫气场冷淡不少,没有先前的活泼镜。 白银霜喜不自胜,抱住谢小枫痛哭流涕,询问她三年来到哪儿去了。 谢小枫没有回答,直接把白银和打横抱起到房中,将她放到床上宽衣解带。 这时,外面的公牛突然开始叫唤,还正脱脖子上的束缚,朝着房内狂奔而来,将谢小枫撞翻在地。 谢小枫大惊失色,连忙起身朝着外面跑去。 一切都来得太快,白银霜反应过来时,谢小枫没了踪影。 此后的几日,谢小枫依然会到家中, 不过公牛每次见到她,都会冲上去撞她。 谢小枫也会及时地逃跑。 白银霜曾追着逃跑的谢小枫,追到家门口,却没了影。 平常温顺的公牛,碰见谢小枫,却一反常态。 这日白银霜在家中闲来无事,带着牛来到村头吃草。 草丛中出现一名老汉,身形和谢小枫有七八分的相似, 险些被白银霜物认成谢小枫。 秦老汉是个苦命人,中年丧妻。 晚年丧子,连个能养老的人都没有。 她还贪财好色,每日在街上游走着看美女。 白银霜除雀下地干活,平常都不出门, 没见过秦老汉几次。 低头吃草的牛,发现秦老汉的存在。 昂起头来,冲着秦老汉直叫唤,还要冲上去撞她。 把秦老汉吓得迅速消失在草丛中。 白银霜走到草丛边时,就没了身影。 几个月后,身体强壮的公牛愈发瘦弱,连草都吃不进去。 白银霜却对此一筹莫展,也找不到公牛销售的原因。 不过公牛每次见到谢小枫来家,依然会冲着她直叫唤。 村中有个懂兽语的阿婆,能够和各种动物交谈。 白银霜觉着公牛每次冲着谢小枫叫唤有古怪。 她就把公牛迁到阿婆家中,让阿婆解读出公牛口中的含义。 公牛遇见阿婆,好似遇见了知己,叫唤个不停,却没有半点攻击性。 阿婆听了指点头,声称白银霜若想知道怎么回事,就回去问问邻居秦老汉。 白银霜回到家后,立刻来隔壁找秦老汉,却发现秦老汉房门紧闭。 房内还传出嘻嘻嘻嘻嘻声,就趴在窗户缝隙查看,发现秦老汉拿着姑娘家用的胭脂,在脸上涂涂画画。 转过头来时,已经易容成谢小枫的模样。 原来,自谢小枫沉入河中后,秦老汉就不甘寂寞,想打白银霜的主意。 料到以自己的身份亲近白银霜,肯定不能轻易得手,就和花柳之地的姑娘学化妆。 易容成谢小枫的模样,去接近白银河, 却被公牛发现了端倪,追着他不放。 所以秦老汉就在草里放八豆,让公牛拉肚子,身体变得愈发瘦辱,无力再阻拦秦老汉行事。 万幸的是,白银霜及时通过阿婆解读出公牛的意思,让秦老汉没能得手。 他连夜收拾好东西,带着公牛搬到了异地他乡,没和村民说到哪里。 秦老汉也在不久后生了一场怪病,一命无辜。 类似的故事,无独有偶。 清朝时期,几宁有个叫叶清雨的光棍,她长得英俊潇洒,不少姑娘急破头,要嫁给她为妻,把她家的门槛都踏破两个。 可叶清雨不愿娶其中一个姑娘,立志为隔壁寡妇碧玲不娶。 碧玲是个出色的美女,生得美艳,身材风鱼,常年恪守妇道在家中守寡,不与外面的男子往来,却在一次外出买胭脂水粉的路上,遇到了摔倒的叶清雨。 叶清雨要检查她身上的伤痕,发现她身上的伤痕严重,连忙把她抱到医馆诊治,由于来得及时,碧玲的性命才勉强保住。 此后,叶清雨就把碧玲当作家人看待,将她照顾得面面俱倒,直到碧玲身上的伤好后,才恋恋不舍地将她送回家,并向她许诺将来要娶她为妻。 可自那以后,碧玲就再也没出过家门,叶清雨带着聘礼去上门提亲,也全都被碧玲婉拒,原因是她要为王夫守寡三年,才能接受和外面的男子往来。 为此,叶清雨坚持十年未娶,一直等着将碧玲娶过门,可十年后,碧玲依然找理由婉拒叶清雨,叶清雨感到有些费解,心情也因频繁悲剧而伤心,难得出门闲逛一趟。 竟遇到了头公牛赖在叶清雨身边,叶清雨赶也赶不走,就把她领回了家。 平常公牛不多事,让叶清雨非常省心,可公牛却有个半夜出门的怪癖,每到半夜二更左右,她就会挣脱束缚,跑到碧玲家,冲着碧玲的房间,发出一阵嘶吼。 可房内的碧玲却好似没听见过,对外面的叫声不做半点回忆。 一日傍晚,叶清雨起床,恰好碰上公牛到碧玲家来,就跟在公牛身后到碧玲家,发现了公牛的古怪举动。 就走到碧玲休息的房间窗外,透过窗户缝隙,瞥了一眼房内,只一眼就瞪大了眼睛。 两条腿不由自主地颤动,一屁股坐倒在地。 房内的灯亮着,碧玲正躺在床上休息,她的一旁是王夫张雨晨的尸身,上面到处都是腐肉,还攀爬着蛆虫,显然已经死去多年。 而碧玲非但没有半点嫌弃,还将张雨晨抱在怀中,她的面色非常苍白,两条腿已经绷得笔直。 外面的叶清雨,缓了好一阵才好,她连忙把公牛牵回家,一日清晨就托人请来一名和尚。 和尚到碧玲家后,发现碧玲几日前就已弃绝身亡,而将她害死的就是张雨晨。 那张雨晨与碧玲关系要好,在阴曹地府也惦念着阳间的碧玲,隔三差五就回来看她,每次都在碧玲梦中出现。 公牛是发现了碧玲家的阴气,才闯入碧玲家,冲着睡着的碧玲狂叫。 可碧玲并不满足于和张雨晨梦中相见,就去把张雨晨的坟包刨开, 将她的尸身抱到床上共眠,却被张雨晨身上的阴气侵蚀而死。 其实张雨晨若想让碧玲活着,大可托梦将此事告诉她,可她并没有这么做。 由着碧玲沾染阴气,其中多半带着刻意,不过这并不可悲, 夫妻两人分别了十年,总算是团聚到了一起,只是可惜了叶清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用达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有个文献的风格